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姚 我們現在要來打白髮少女的異語裡面的刻骨執念 好其實這個關卡已經有點久了 開放有點久了但是說實在話 我一直沒有去打他要嘛到禮拜二忘記 要嘛就是禮拜二整天忙到沒時間去弄他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趁著潘朵拉黑金出的時候 我們趕快來試試看 用這隊打會不會相對輕鬆很多齁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把盒子給開下去 那盒子開下去我們先把新珠集在那個兩側齁 那我們就做一個 手消四康 那因為盒子開下去消一康等於五康 所以傷害夠OK 好接著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個是自殘 那自殘這邊沒關係我們就是 先不用理他 因為他的傷害不足以讓我們死去這樣子 好那等到這個盒子消失之後也不用急著開 就是慢慢來齁 那接著一樣就是不用去理他 好這樣子就帶走 好接著第三關 第三關我記得是手消六康嘛 好那這邊就 轉個六個直行 有轉到六直行基本上就有六康了啦 啊不過我沒有轉到直行齁 沒關係 一樣是六康 好那可以看到說潘朵拉 所有兼所有300% 不只攻擊力夠回復力也蠻op的齁 好接著這邊的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有點燃盾 所以這邊的話我想應該是要開一個比較 爆發的狀態了 這邊我們把橘哥開下去 然後 加減加個COMBO好了 這樣子然後 我們就讓他呈現直行吧 如果開潘朵拉盒子的話我們就是變成直向思考啊 就是讓 你的符石變成直的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到 不然你如果銷左右的話 就是一個不小心你可能miss掉 然後就沒有銷到 荊棘那邊的 好這邊傷害不夠齁 那這邊的話我想一下 這邊可能要把打擊吹下去才夠了啦 好那我們就把打擊吹下去 好那一樣就是 把星珠固定在兩側 然後我們去 中間轉一個比較 高爆發 好我想一下喔這個可以再改一下 好這樣子 這樣子傷害應該是夠了啦 吧 欸不夠 好沒關係不夠那我們就再開 番朵拉 然後這個是 木鼠的我們就追打火 好一樣再把盒子開下去 好盒子開下去的話我思考一下喔這邊的話就這樣子轉好了 然後把水珠拉出來 光珠也拉出來 好 這樣應該是夠了吧 這樣還不夠嗎 好因為他是點燃盾90%齁你如果沒有點燃他你的傷害就只剩10% 所以你看到這邊打1億是實際上我們是打了10億出去了齁 好接著這邊的話是中間有一隻手殺盾那左右兩側會瘋化這個是小怪關齁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好那就先把中間那隻幹掉 接著左右我們再來 因為這個是虛影特性啦 所以他打下去會 粉痛 好 好 這個傷害計算很久齁 好來到第6關 那第6關這邊的話 把喔要新珠的拼圖然後火禁消 一樣我們再把這個開下去 好然後新珠我們就把新珠全部拉進來這樣子 然後中間這邊一樣 火珠現在是不能消的那 轉這樣子 傷害應該是夠吧嗎 差一點 好那一樣再把新珠全部 欸不行不行不行 這邊不能再把新珠抓進來了 我們要再等一回合了 因為可以看到說我們的拼圖很尷尬的就是 卡在那個 荊棘的位置 那沒辦法 我們就只能再等一下 那盒子開下去之後是有免死的啦 但是遇到 哇這一盒 這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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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回合真的是太晚我了 好不好 我們這個 沒辦法 既然他注定是要這樣子 那我們就只能再繼續等 等到他拼圖出現在正中的位置 好 我覺得我還是先不要開 潘朵拉盒子好了啦 先不要開 先不要開 欸可是 不開的話好像會死翹翹呢 欸 欸不會不會不會沒事 好那這邊就是 欸還是沒有新珠 那沒有新珠的話就 再等再等 我們這邊就是慢慢跟他耗 反正你不會死 我不會死 大家都不會死 好不好 這邊可以看到說場上其實有一點點不妙 我們一樣 開下去 拼圖已經到中間了 這就沒關係了 好然後就把 這些新珠給塞進去 應該就圓滿了啦 這個火珠不理他 好 OK這邊就帶走 好來到第七關 第七關 這邊的話 這個就還好了 我們就 轉就對了 這個會 砂瓣狂暴 那聽起來很可怕 倒是也還好啦 反正 狂暴就狂暴嘛 沒什麼啦 潘朵拉有 擋死 可是這次有無視減傷 那還是一起把他打死好了 哈哈 好來接著來到下一關 我們來看一下喔 益補盾來了是吧 那既然益補的話 我思考一下喔 這樣子的話我們 好像什麼都不用做耶 我們就是轉就對了嘛 可是那個風化 我知道了 開潘朵拉 把風化弄掉 然後隨便選一個追打 反正這邊也打不出去嘛 好 這樣子 把新珠弄來上面 這樣子好了 好 喔這邊直接補了1160 60幾萬了 1167萬出去 那這隻是一補千萬 這邊就直接幹掉了 他的血是1000萬整 剛剛好 好接著這一關 我要注意吼 我們就是 再把盒子開下去 然後這邊開一下橘戈 然後不要被燒到這樣子 其實應該先開橘戈拉 這邊總是容易弄反拉 自己再稍微注意一下下吧 對 我這邊都會弄反 理想狀態要先開橘戈再開盒子拉 不然就會變得很尷尬的是 左右這邊消不到 然後 他又會 好我們先把這個開下去 然後去追打水好了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應該要開一下 沙納 這邊就讓他變成木珠吧 然後注意不要碰到火因為 他燒下去實在是有點痛 這樣子喔 好OKOK有帶走有帶走 好接著就來到王關拉 算是順利嗎我也不知道 應該不能算順利有點卡 好來這邊就是開我們的解鎖 然後盒子的效果還在就不用特別去理他 那這邊的話我想說就直接一個平轉就好了 好火珠然後水珠 新珠好 這樣子 好 去吧 這個傷害算很久喔真的很久 好來接著這個我記得是軌跡隱藏嗎 然後暗符石不能被消除 好那我們就再把盒子打開 好來 那軌跡隱藏的話嗎 我思考一下我們 要不要開打擊 應該是也不用啦說真的 沒什麼開打擊的必要 好我還是開一下下打擊好了 我剛剛覺得哪裡怪怪的 好我們這邊就開打擊 暗符石沒有辦法被消除 那我們就不要去消暗符石 把它放在最底下 這樣應該差不多啦 應該把暗符石拉到最邊邊才對啊 這樣子 好 去吧 OK這邊就帶走 接著是 這個拼圖啊 真的不是我要說啊 真的是 太討厭了 我們先看 等一回合看他拼圖能不能 回心轉移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好不好 這邊有回復力變0 要特別注意一下下 好這個拼圖有在中間 所以我們盒子可以打開 好接著他是要 克制敵人屬性的攻擊 才會對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以指定形狀況消除 與敵人相同屬性 好所以他是水屬 我們就是要消水強化嘛 那克制敵人屬性的攻擊就是木 我們就是去追打木這樣子 好 克制敵人屬性 那 就是追打木 好然後我在想 還要不要再補一招 這時候橘哥千萬不能開 這時候橘哥開下去 場上就沒有水了 所以我們就開打擊吧 好那這邊的話就直接一個平轉啦 好這樣子 光珠也可以一個疊到齁 好這邊就算沒有打死打擊 還可以回避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這邊就順利帶走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